好,为了加冕劳苦功高的基层服务的伙伴 花莲县政府1号上午特别在芙蓉饭店举行111年 特优村里长以及机优调解委员、民政人员 即调解行政业务考核机优公所表扬大会 那么县长徐正伟也亲自来到场 颁发奖项来感谢他们为花莲的付出以及贡献 花莲县政府为了加冕劳苦功高的基层服务伙伴 以后上午特别在芙蓉饭店举行111年度 特优村里长机优调解委员、民政人员 即调解行政业务考核机优公所表扬大会 而县长徐正伟也亲自到场 颁奖表扬12名特优村里长、51名机优调解人员 及9名机优民政人员 以及110年度调解行政业务考核的前三名公所 花莲整个十三厢镇市结合了一张非常秘密的服务网络 尤其是让花莲能够安居乐业 而这几年来花莲这十多年来花莲一直五星 我想这五星是因为大家的攜手同心 让我们的服务看得到、找得到 而且让乡亲感受得到 对不对 另外我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村里领长 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所有的村长、里长 我们跟领长一起合作 才能让我们很多的 无论是行政政策的推广 或者是需要协助、帮忙、带回宣传、发传、发单 我想这就是透过村长、里长 以及带领了我们领长一起来努力 所以在这两年我们在推动疫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我们所有的村长、里长 就像发选票一样 对不对 去发我们的注射单 对不对 我们的疫情 我们的疫苗注射单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合作 最基层的合作 县长徐真卫也感谢调解委员们 耐心给予乡亲良好的和缓调解功夫 让乡亲能在和平的氛围当中 对于司法纠纷获得双方共识 减少司法新送的业务压力 也感谢特邮村里长不仅站在服务的第一线 而且所有大小事结情理轻微 包括疫情期间政策宣导 天灾后的各地灾情通报等等 辛勤的工作 详情都看得见 也让花莲变得更美好 记者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